根据禁监基金会的调查发现 103年儿童事故伤害事件原因当中 前三名分别是照顾疏忽 细水事故以及交通事故 而且造成66名的儿童 因为事故伤害而死亡 因此基金会在年关将近时 再度宣导照顾儿童的正确方法 期望透过提醒和呼吁 减少儿童事故的发生 禁监基金会回顾103年儿童事故伤害新闻案例 发现在189则新闻当中 总共造成336名0到14岁的儿童受到伤害 并且有66名的儿童因此而死亡 当中又以照顾疏忽 细水事故以及交通事故原因占前三名 令人不得不警惕 爸爸就是他觉得我今天有安全座椅 他根本不去管说 今天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年龄层使用 就他小孩子在一岁以下 就他用1到4岁就造成孩子的私民 所以我觉得这事实上是不可轻忽的 所以最好还是要 第一个要挑选适当的年龄 然后要安全标章 那更重要的是你要正确安装 而年关将近 为将儿童事故伤害降到最低 基金会示范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方法 基金会提醒 座椅需按儿童年龄以及体型来挑选 另外摆放以及安装方式 原因年龄有所不同 也请家长要多加留意 零到一岁的孩子 你就用零到一岁的孩子 使用安全座椅 那他是后向式的 什么叫后向式 就是跟驾驶行进方向是相反的 因为孩子脖子颈椎是比较软的 所以他要比较是阳堂的 那如果是一岁到四岁的话 是要前向式的 那前向式就是跟你的行进方向是相同的 那这时候呢 可是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父母都是 可能都没有仔细阅读我们的使用说明 另外基金会也邀请到儿科医师 为大家示范婴幼儿拍背打嗝的正确方法 就是将手掌围弯 将婴儿的头部靠在肩上或是侧坐大腿 再给予轻拍 并且在喂完奶后的30分钟 再让宝宝平躺休息 避免因义奶造成窒息 中佳台北新闻刘德宇采访报道